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经济严重下滑 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中央和各地的各级政府财政吃紧 中央政府由于财政吃紧 对各个地方的影响力和管控能力也不断下降 在国际上 中国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是节节败退 由于价值观的冲突 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堵 外资企业也纷纷撤离中国 转往了人工成本更便宜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 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高层 普通的中国人也在思考和寻求未来的方向和出路 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对于神秘学 宗教的研究和探索 希望在这些著作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之路明灯 对于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家来说 这些神秘学和宗教学离开中国人似乎非常遥远 但往往又非常近 虽然受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唯物观的影响超过了半个多世纪 但几千年以来 中国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 就一直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 不管是中国传统道教中的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 还是中国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和释迦摩尼 中国人对于宗教学和神秘学 一直保持着一定的信仰 这样的信仰传统 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 提倡无神论的历史中被消磨掉的 最近这几年 中国预言奇书 推背图这本书尤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推背图这本书是中国古代未来学的代表之作 未来学在近代历史上 在各种研究和数据演算的结果下 被证明是一门科学 主要是推测未来的学科 推背图这本书是由他的两位作者 唐朝的李淳峰和袁天刚通过观测天象 并参考了已经八卦而写出来的 一本古代预测未来的书 这本书图文并貌结合了图画谜 文字谜等方式 按照历史先后发展的顺序 以一种通俗有趣的方式 给后人提供启示 最近几年 推背图上的第41项 尤其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推背图第41项中对中国当代局势的预言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你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41项的内容 第41项 趁约天地会盲 草木藩植 阴阳反背 上土夏日 宋约 茂尔须带血无头 手弄乾坤和日修 99年成大错 称王指合在秦州 天地会盲 会是光线昏暗的意思 整句是烟尘弥漫 天昏地暗的意思 草木藩植 田地不种粮食 任其荒芜 至始野草丛生 阴阳反背 上土夏日 阴是阴间 阳是阳间 阴间在地下 阳间在地上 阴阳反背 就是阴间和阳间颠倒了 地面以上不见人烟 成了阴间了 人到哪里去了呢 躲进地下人房设施里去了 地下本来是阴间 现在住了人成了阳间 本来人们的头上是天空太阳 脚下是土地 即上日下土 现在住在防空洞里 土地在人们头上 防空洞里电灯照耀像太阳一样 成了上土夏日 这几句称描写的正是中共统治下的华夏大地 一片灰暗 死气沉沉的景象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帽尔须带血无头是一贡字 血字无宝盖头是贡字上半部的变形 带帽在尔字的下半部上乘一贡字 第二句 手弄乾坤和日修 乾坤为天地宇宙 在古代 手弄乾坤是不可能的 在当前却可以实现了 远程导弹穿越太空 摧毁敌方的卫星等 和日修 说明这个过程不是三两天就结束得了的 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渴望 这个过程尽快结束的急迫心情 第三句 99年成大错这句话的解释 预言了著成大错的时间点 这个99年由于是十分重要的年份信息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争议 第一种说法 99年是1999年 世纪之交 中国出现的乱局 还有一种说法是1999年对法轮功开始的 第二种说法是 99年指的是中共成立后的99年 这句点明了中共故意散播病毒祸害全球 以及导致自己灭亡的时间 大家知道 中共成立于1921年 加上99年正好是2020年 承接前面两句 意思是中共故意散播病毒祸害全世界 已酿成大错 亲手把自己灭亡了 所以印证了预言 当然还有第三种说法 那就是99年是指1949年之后的99年 就是2048年前后 这个就是一个将来未知的时间点 到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不利于中共的事情 还有待世人的观察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 称王指和在秦州 秦州在这里指陕西 大家知道陕西简称为秦 是秦朝的首都所在地 陕西的关中地带自古都被称为八百里秦川 陕西还被称为三秦 所以秦州指陕西 延安是中共的老巢 被中共称为圣地 当时就是中共邪教的圣地 魔窟所在 在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在前线全力抗日 而中共却像乌龟一样躲在后方 躲在延安这个土匪老巢 称王称霸 暗中保存发展力量 最后霸占了大陆 而延安就在陕西 所以这句说的秦州就是点名中共的老巢 魔窟所在 欲示中共就是从这里发展壮大 在这里称王称霸 最终霸占大陆的 同时也嘲讽中共 躲在延安的土匪老巢中 称王称霸就行 本不应该霸占祸害大陆 给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 现在它的末日已到 那么现在大家都想要知道 这个99年到底是哪个年份 因为这个关系到了事件具体发生的时间点 有时候玄学的文本 确实存在着很多种解读方式的这种情况 人们对于一个文本都有着不同的解释 往往都要等到事情尘埃落定 回过头去看才会发现很多事情的发生 正好应验了预言中的预测 但普遍有种说法认为 99年就是指中国建党 99周年 2020年前后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在2020年 前后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病毒扩散 疫情爆发 大搞封城 再到如今的无秩序的开放 2020年开始爆发的新冠定毒 也将成为了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关于99年成大错 称王指和在秦州的真正含义 观众朋友们 你怎么看 欢迎给我留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